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记者调查发现 不论是在网店还是实体店 花盆的种类都非常多 除了样式和颜色多种多样 材质也有好多种 有塑料的 树枝的 还有瓷的 桃的 紫砂的等等 很多年小花买回来时 使用的是塑料或树枝花盆 那我们需要换盆吗 如果换盆又该选什么盆呢 塑料花盆和树枝花盆现在应用非常广泛 大多数植物用它栽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的透气性相对要差一些 保水性要好 所以我们在养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见干见湿 对于特别怕水的植物 兰花类植物 我们就不推荐使用这两种花盆了 如果您购买的是兰科类的年小花 则建议选择桃盆和紫砂盆 这样更有利于花卉生长 桃盆和紫砂盆的透气性 睡水性非常好 适合种植球根花卉和肉质根花卉 比如说球根花卉的仙克兰 玉金香 肉质根花卉的大花卉兰 小香兰等 这类植物的根系对花盆的透气性要求更高 桃盆紫砂盆的透气性好 对于绝大多数花卉生长都是非常有利的 但对于比较常见的年小花蝴蝶兰组盆 也可以使用磁盆 磁盆相对于树脂盆 塑料盆 它的透气性更差 保水性更好 对于大多数植物是不推荐的 但是对于年小花蝴蝶兰组盆 我们选用磁盆是可以的 这跟蝴蝶兰的习性比较有关 蝴蝶兰养护它需要保证一定的 机质湿润和空气湿度 因此使用磁盆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更利于花卉生长 除了要选择合适材质的花盆 我们还要根据花卉的植株大小来选盆 否则也会影响花卉的生长 比如当花盆过小时 土壤养分就会供给不足 不利于花卉生长 当选择的花盆过大过深时 土壤过多就容易形成积水不透气 从而引发植物的烂根烂叶 花盆的大小一般为植物灌服的一半就可以了 那么什么是植物的灌服呢 就是这棵植物一周的直径就是它的灌服 现在看这棵植物配上这个花盆 它的比例是合适的 大小也是合适的 如果放到这个花盆里面 这个花盆的口径比植物的灌服还要大一圈 那么肯定的是不合适的 如果我们选择的花盆口径大小合适 但深度过深时 要选择一些陶粒或透水材质进行垫高 垫高的厚度也是有一些讲究的 一般垫高厚度为土驼的三分之一是合适的 这个是土驼的深度 它的三分之一大概有这么高 这时候我们垫放的陶粒 大概垫放到这么高就可以了 专家提示 选择花盆除了好看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是否适合花会生长 比如每年畅销的大花会兰 君子兰等兰科类植物 选择透气性好的陶盆或紫砂盆 都会长得更好 而蝴蝶兰因为它喜欢湿润 春节期间用磁盆组盆 既可以做到美观大气 对它的生长影响也不会特别大 好了 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